銀色休旅車爆炸冒出火光跟濃烟 汽車零件 噴飛四散 正波還讓監視器鏡頭一陣晃動 旁人發現駕駛還活著 趕緊上前合力將他拖出送衣 這場汽車炸彈襲擊就發生在俄羅斯的首都莫斯科 兩個人受傷 爆炸過後 銀色休旅車已經殘破不堪 傷者之一就是任職俄國軍情局的官員托加索夫 他的一條腿被炸斷 當局朝謀殺未遂方向偵辦 可能又是烏克蘭的敵後作戰 回到敵前戰場 烏克蘭士兵閃過一枚迫擊炮彈 敏捷趴下Z閃過另外一枚炮彈 GoPro鏡頭拍下烏軍小隊在哈爾科夫前線重逢 不只要伸手矯健 還要觀察敏銳察覺到前方的埋伏 武軍扛起機槍掃射 敵軍不斷開火反擊 雙方都在等誰先倒下 戰場上不講武德的又來一枚炮彈襲擊 幸好打歪了 武軍就靠著機槍火力壓制 成功擊退了埋伏 哈爾科夫叫後方的敵區 又被俄軍的火箭飛彈攻擊 除了民宅之外 俄軍的目標還包括人道救援組織 被毀的這棟大樓就是 瑞士排雷行動基金會 FSD在哈爾科夫的辦公室 他們替平民扫雷 也被俄軍鎖定 這些幫助烏克蘭的外國人 往往會被擊火盯上 風險更大 這位帶著烏克蘭識別 就算回到自己祖國度假 也不願拿下面罩的 這是在烏克蘭服役的 哥倫比亞志願士兵 他有27年的作戰經驗 也被烏俄戰場的險惡給震撼 這名志願兵的月薪折合超過15萬台幣 高欣拿的是命患的 他兩度腦震盪走過鬼門關 我已經在烏克蘭上死了一遍 一遍 一遍 謝謝神 最近更受矚目的 其實是烏克蘭外長庫列巴 訪問大陸廣州 見到大陸外長王毅 庫列巴表達願意跟俄羅斯展開 談判跟對話 似乎有意就是要請敵人的好朋友 來當何事佬 烏克蘭總統 泽倫斯基還透露 中國承諾不會拿武器 來幫助俄羅斯 此時 烏克蘭早上北京有分析者認為 就是怕美國前總統川普會再度當選 逼迫和談 因此烏克蘭要提前部署有利的和談條件 再加上最新民調 32%的烏克蘭人願意割地換取和平 驗戰情緒升高 讓烏克蘭內外都感受到和談的壓力 謝謝神尚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